射雕英雄高手如云 武爵的武功更是出神入化 还有后来者郭靖武功造化也是极高 那如果给射雕英雄赚高手排个名次 你觉得谁会是第一名呢 斗九僧武学的革新者排在首位的斗九僧 可以说是武学界的一个谜 作为九阳真经的创作者 他的实力被认为是深不可测的 更让人惊叹的是 他在九阳真经的基础上 创出了阴阳护记的全新武学体系 这种融合阴阳刚柔并济的武学理念 可以说是把武学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虽然斗九僧在小说中并未现身 但他的影响力却贯穿全书 郭靖在得到九阳真经后 武功突飞猛进 正是印证了这套武学的精妙之处 可以说斗九僧不仅是武功高手 更是武学理论的极大成者 黄长武学百科全书的缔造者 紧随其后的是九阴真经的作者黄长 九阴真经被誉为武林中的百科全书 涵盖了各种武学理念和修行方法 黄长虽然同样没有在小说中出场 但他的作品却成为了江湖中人人争夺的至宝 小说中多次提到九阴真经的重要性 比如《全真七子》中的邱楚基曾说 这部经书包罗万象 无所不包 实是武学中的奇真异宝 这充分说明了黄长在武学理论上的造诣之高 王重阳全真武学的开山祖师 作为全真教的创始人 王重阳的武功和修为 都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 在第一次《华山论剑》中 他被公认为天下第一 王重阳不仅武功高强 更重要的是 他将道家思想与武学完美结合 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全真武学 小说中黄荣曾这样评价王重阳 重阳真人是天下武学的泰斗 他老人家的武功自然是深不可测 这足以证明王重阳在武林中的崇高地位 林朝英古墓派的神秘创始人 林朝英作为古墓派的创始人 其武学造诣之高 甚至被认为胜过了王重阳 他创立的《玉女心经》 融合了全真教的内功心法和自创的剑法 堪称武学中的一朵奇葩 虽然林朝英在小说中并未露面 但通过小龙女的武功表现 我们可以窥见林朝英武学的精妙 比如 小龙女的剑法玉女塑星剑法柔中有刚 刚中有柔 乃是天下武功中一绝 这正是林朝英武学思想的体现 欧阳风诡异莫测的白陀山主欧阳风 以其阴险毒辣的武功闻名江湖 他最为人称道的是逆转经脉的独特武功 这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让他出奇制胜 欧阳风的蛤蟆功和逆转经脉的奇数 可以说是武学中的另辟蹊径 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 欧阳风的武功本来已是天下第一流 但他另辟蹊径 将全身经脉逆转运气 武功顿时突破极限 直冒清烟 犹如魔王附体 人人骇然 这充分体现了欧阳风武功的诡异和强大 伊登大师大理武学的极大成者作为大理国主 伊登大师精通一阳指和先天公 他的武功不仅高强 更难得的是心境平和 能在实战中发挥出超长的实力 伊登大师的武功融合了佛学的智慧 达到了身心合一的境界 小说中 黄荣这样评价伊登大师 这位老前辈的武功 比之崇阳真人恐怕也不遑多让 这足以证明伊登大师的实力之强 红七公丐帮的传奇帮主 红七公以降龙十八掌 和打狗棒法威震江湖 作为丐帮帮主 他的武功不仅高强 更具有独特的江湖气息 降龙十八掌刚猛无仇 打狗棒法诡异多变 两者相辅相成 使得红七公在实战中几乎无敌 郭靖曾这样形容红七公的武功 师父的降龙十八掌 天下无双 威力无穷 这充分说明了红七公武功的强大 黄药师奇门武学的大师 桃花岛主黄药师精通五行八卦 奇门盾甲等多种武学 可谓是武学界的全才 他的武功不仅高强 更是充满了智慧和技巧 黄药师善于将各种学问融入武学 创造出独特的桃花岛武学体系 小说中这样描述黄药师的武功 黄药主的武功乃是博彩众长 再加上自己的心得 创出一套独门武功 神奇莫测 这体现了黄药师武学的独特性和全面性 周伯通武学天才与逍遥高手 全真教传人周伯通 不仅武功高强 更因其豁达的性格而著称 他的空明权和左右护伯术 都是武林中的一绝 周伯通的武功充满了灵动和变化 难以捉摸 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 周伯通的左右护伯之术 一人分饰两绝 双手护肌 威力其大 当世无出其右者 这充分体现了周伯通武功的独特性 郭靖武学极大成者的雏形 作为主人公 郭靖的武功级多家之长 虽然在这个排名中暂列第十 但郭靖的潜力是巨大的 他勤学苦练 融会贯通 展现出了成为武学极大成者的前置 黄荣曾这样评价郭靖的武功 靖哥哥的武功日新月异 将来必定会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预示了郭靖未来的武学成就 这十大高手排名 是不是心中的排名呢 如果你有别的想法 可以留言讨论哦